2021年4月30日, 全世界的確診數碼是1.5103萬多 比賽又增加了81萬1千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13000多個, 達到3176000多 印度是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 而今日增加了386000多 又破了一個新的記錄, 確診數碼是1875萬多 死亡方面是3500多 巴西多了66000多個新增確診, 達到1450萬多 死亡方面增加了2800多 美國仍然增加54000多個新增確診 死亡方面增加了812個 現在美國總共的確診數碼 已經是3303萬多 死亡方面肯定會過60萬 現在是589000多 土耳其增加了37000多 法國增加了26000多 德國22000多 伊朗19000多 意大利14000多 歐克蘭11000多 西班牙都超過了1萬個 現在這裏總共有10個國家 有超過1萬個新增確診 接著有俄羅斯9000多個 波蘭和菲律賓都8000多 荷蘭7000多 而在下面 我們看到有日本增加了5700多 這個可以說近來 日本的確診數碼上升 我懷疑他可不可以在7月份的時候 控制好疫情 使得奧南巴比賽可以繼續進行 看樣子 這次比賽將會沒有觀眾 了 再進行 明明定 說明明 你